宇宙意向深度科普栏目第522期冥王星的表面 有着像摩天大楼一样高的冰盖 研究人员已经精确地测量了这些甲烷冰盖的高度 几百米高的甲烷冰盖比比结实 形成途径和地球上的冰雪一样 只不过用时要转得多 当新视野号探测器于2015年7月飞跃冥王星时 研究人员观察到 在这个矮行星上有各种各样惊人的地形 这个矮行星上面多个地区分布着平坦的 有坑洞的地形 暗示冥王星上长久以来就存在各种各样的地质活动 同时引发地表组成成分的改变和地貌的演变 新视野号在2015年飞过冥王星时的任务 就是收集这个矮行星表面的冰盖图像 比纽约帝国大厦还高的甲烷冰山布满了整个星球 它们就像无数摩天大楼一样矗立在那里 至今无法解释来源 这里距离冥王星大气上层很近 甲烷可以在大气中直接冥华 从气体直接变为固体 而不会有变为液体的步骤 最近研究表明 当气候变暖时 有部分甲烷冰升华 直接变回气体 值得一提的是 当科学家意识到冰盖的凹凸不平的地形中 有高耸的甲烷冰沉积物时 就提出了一个疑问 它们为什么不仅仅是地面上的大块甲烷冰块 而是以这些几的形式出现 新视野号探测器科学家杰弗里·莫尔研究员认为 事实证明冥王星的气候在发生着变化 有时冥王星会变暖 这时甲烷冰基本上开始蒸发 在地球上也有类似的现象出现 比如智利南端的智利南托平原上 背泥灯的丝山 这里的海拔高度高 和它形成的途径相同 冥王星上的甲烷冰尖锋 也经历了同样的升华过程 在地球上 这种结构被称为冰林 它通常出现在赤道上方的高空中 长度可达数米 起初形状的轻微不规则性 会导致这些甲烷冰形成夸张的尖锐形状 因为这个结构的表面 可以把阳光聚集到特定的地方 导致一些地方比其他地方升华的要快 从而让甲烷冰的形状更长 也更加尖锐 头条独家的宇宙异象认为 冥王星上甲烷冰林的存在可以告诉我们 继续